1957年7月,毛主席乘坐飞机来到青岛 在见到山东省的几位领导同志后 毛主席与他们畅谈了一番 突然毛主席向山东领导同志发问 王晋美家还有人吗? 山东领导同志回答道 王晋美的母亲还活着 文言,毛主席点了点头 随即看了回答的同志一眼 下令道,如有困难,可把老人家送往中央照顾 在场的山东同志们赶忙回答道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把晋美母亲照顾好 让他老人家过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 毛主席缓缓点了点头 被毛主席惦记的王晋美 曾在李大钊的关心指导下 与邓恩明等人秘密创建了济南共产党组织 一直以来,王晋美对毛主席十分亲慕 虽然未与毛主席见过面 但毛润之这个名字王晋美见过无数次了 1921年7月,王晋美在中共一大的会议上 终于见到了毛主席 在会议期间,王晋美与毛主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在此后的日子里 王晋美尽心尽力地为山东党组织的谋求发展 从未遭到敌人的破坏 但也是因他不分日夜的工作 因过度劳累,患上了肺结核 即便如此,王晋美依旧没有停止工作 因当时医疗条件有限 王晋美的病情不断恶化 组织上的同志们纷纷劝说他停止工作 回家治病 后来,王晋美为了不给组织上增添负担 主动提出回家养病 但即便回家四处求医问药 但王晋美的身体情况还是越来越差 1925年8月19日 王晋美因病逝世 这一年,王晋美仅有27岁 在临终前,王晋美曾把孩子叫到身旁 嘱咐到,你们长大后要为穷人们办事 要成为有出息的人 王晋美病逝后不久 他的妻子也因病去世了 只留下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而党组织和毛主席从未忘记王晋美和他的家人 一直以来,党组织照顾着王晋美的母亲和两个孩子 每个月都会送去补助金 以此让他们的生活能过得好一些 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在北京怀仁堂开幕 在会议期间,毛主席接见了山东代表马宝三 毛主席一下想到了与自己交情脱身的王晋美 为此,毛主席主动对马宝三说道 革命胜利了 可不能忘记老同志啊 你们山东要把王晋美烈士的历史搞好 要收集他的文物 说完,毛主席的脑海中浮现出了王晋美的模样 突然,毛主席笑着向众人介绍了王晋美 王晋美耳朵大 长方脸,膝膏条,说话沉着大方 很有口才 大伙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朵 在会议结束后 马宝三带着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 派人找到王晋美的母亲 当得知毛主席要求整理王晋美烈士的遗物时 王晋美的母亲激动得热泪盈眶 啊,毛主席,毛主席还惦记着安娜晋美儿啊 但王晋美的遗物仅剩下最后一张照片 很快,这张照片便被送往了北京 当毛主席收到占有王晋美烈士的照片时 激动得热泪盈眶 两久后,毛主席放下照片 下令将王晋美烈士的照片转寄给上海革命纪念馆 1957年7月,毛主席到青岛后 独无私人,再次想起了王晋美烈士 便主动向几位山东省领导同志说道 你们山东有个王晋美,是党的一大代表 是个好同志,听说他的母亲还活着 一定要好好照顾啊 他老人家有功,养了个好儿子 不等众人点头 毛主席又说道,如有困难 把老人家送往中央组织部去 文言,在场的同志赶紧发言道 主席放心,我们一定会把晋美母亲照顾好 给他老人家一个幸福的晚年 毛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 据王晋美的儿子回忆 老人家确实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后来我想把他接来一起生活时 还经过了一番手续呢 王晋美母亲去世前 曾向孙子嘱咐道 一定要当面谢谢毛主席 在此后的日子里 王晋美的儿子始终想亲自向毛主席道谢 虽然能见到毛主席 但看到毛主席工作繁忙 他也不忍心打扰 一直到毛主席试试 王晋美的儿子都未能亲自向毛主席道声谢谢 这也成为了他终生最大的一个遗憾 王晋美的儿子